不要加太满啊 我这个水加一半箱就好了 加多了也成的 他们这个水箱加水呢 我说不要沉的水也别加太多了 那上期视频呢 给大家介绍了他这款 新款的这个 费德姆F530 跟我们车有哪些变化 还有一个地方是 他这个地方也有变化的 多了个储物格 看见没 我那个是没有的 其他的变化差不多了 然后呢 上次视频说了 这次视频给大家介绍 这两款投稿房车 这游戏这款是他们的新款 那我们先去这款看一下 首先也是全套进口 德国艾科的底盘 真空附加的车身 双面玻璃缸 窗户多 通气多 因为这款车是我设计的 所以说 你看啊 这款车呀 跟我老爸哪是差不多呢 一进去呢 就是一个 这算是一个餐厅吧 餐厅间客厅 桌子放下去之后 单人床 然后也可以变成双人床 拓展出来 看到没 一圈的吊柜 双向的换气扇 这里有个拉门 把这个拉门呢 往头一拉上了呢 变成一个独立的餐厅 或者是卧室 这里啊 所以看起来是不错的 然后这里有灯啊 这就是厨房了 那这里呢 都是一些抽屉 放调料的地方啊 下面是柜子 这里呢 是隐藏式的灶台 这里是我设计的 整个这个车的 相对供动区 都是我设计的啊 亮点就在这里了 不但有这个隐藏式的灶台 还有隐藏式的 大功率抽烟机 夹用220伏的 这个200瓦的啊 煎炒烹扎 妥妥的没问题 这边是个水盆 那很多小伙伴很好奇啊 说那你这样的一个厨房 做饭 那个里面不就脏了吗 其实不会的 看到没 这是两个独立的卧室 这个拉过去之后 看到没 这个拉门的 那就和这个卧室 完全隔离开了 然后呢 你这个抽烟机一抽啊 所有的风 两边的风 从门的缝隙 它是往中间走的 所以不会有味道 会飘过去的啊 这个很重要 尤其是我们房车出去旅行 有个独立厨房 是非常重要的啊 门打开啊 就是一个卧室 然后你这边睡个人 门一拉 是吧 这边把它降成一个床啊 门一拉 那中间呢 就是个厨房 妥妥的 非常私密 138升的冰箱 衣柜 这里有卫生间 呦 赛特负责便携式马桶啊 这个是进口的一个 日本进口一箭之水的花洒 防爆的玻璃 换气扇啊 这个是个窗户啊 通风的 这窗户很有意思 是特意选的 很多小伙伴说 为什么你选这么小个窗啊 不大一点 为什么不是外推床 因为卫生间啊 这个窗啊 基本就是24小时开的 所以说你车里没人的时候 你说你挺大的窗 就不敢开 像这个就无所谓了 一直开着 为什么呢 你看这真的身边跟胳膊啊 如果说想偷东西的话 顶多能偷一个 这个毛巾 毛巾什么的啊 没什么贵重的 人也进不来 相当于安全一点 所以晚上睡觉 那么多开着 那个沙网就行了 这儿有双向的换气扇 行车的时候也可以开着 通风 所以卫生间这个怎么说呢 基本上我理解我就是说 这个就是24小时可以通风 除非到北方你怕冻住啊 正常我们不去那么一下地方 它就通通风就好了 包括前部看到了没 也有这个三个窗户 那个一个换气扇 拉门拉上 你吸烟的干嘛呀 烟都排出去了 你也不会飘到后面来 是吧 或者有个口臭啊 脚气什么呢 体位啊 都不互不影响啊 这有换气扇 这有窗通风 窗通风啊 这里有门通风 是吧 那个厨房啊 有窗通风 这还有一个 那个抽烟机啊 风也能排出去 所以说 整个这个小空间的房车 大家记住一点呢 不光是这个真空负压的车身啊 说你里面啊 不是木板的不怕烂 那通风也很重要的 这种通风的设计啊 好 看这辆车 这辆车 是挺新颖的 黑木槽的 看起来大气 稳重 上去看看 前部呢 就是你看 也是有独立的通风系统 换气扇啊 大窗户 然后呢 这里也有拉门 看到没 这拉门里面是蓝色的呀 这就是个拉门 所以这个拉门 看着也是 就是比较舒服的 然后这个也有啊 两边拉门 这拉门是个对拉的 对拉之后呢 就成为一个独立的卧室了 那我们看到啊 这里呢 就是一个中部呢 就是一个对座的卡座 放下之后 也可以变成了单人床啊 这就是四个人吃饭 拖拖的 桌子非常的大 然后对面啊 这里放了电视啊 中部就是客厅 看电视 跟那个布局 完全不一样了啊 这是85升的 房车专用冰箱 一圈的吊柜 尾部呢 也是个独立的厨房 就是卫生间 就卫生间大一些相对看着 基本配置 刚才那个车差不多 也有这个换区扇 搭窗户 那这里就是厨房区域了 把这个打开啊 这里是隐藏式的这个灶台 看到没 跟那个车一样 也是参考那个车的设计了 这也是隐藏式的抽烟机 所以这个车看起来就要宽敞一点 因为它卫生间放后面了 所以整个这边 你看 如果把这个门打开的话 是吧 这里就看着非常宽敞 这个车呢 可能就适合于两个人出去玩 偶尔再带一个人啊 两个人的私密性好一点 然后呢 这里就坐着吃饭了 像我那款车 可能更多的适合于三个人出去玩 所以拖挂房车的好处 就是空间大 你看这都可以走来走去的 大家喜欢哪个布局的 或者是对这个房车设计啊 功能性的 有什么意见的 都可以互相切磋一下啊 这个加款的小桌板 做饭都没问题 因为它这个卧室啊 把这个门一拉啊 又隔绝了 所以说它就等于说是厨房啊 厂开是厨房 带客厅的啊 所以说相对也是比较有心意的吧 好了 这个也完了 好了 那这两个车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了 然后这个车不知道是哪里的小伙伴啊 已经在打扫卫生了 基本上打扫卫生验收环节了 好了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准备提我的车准备出发了 那个后面那些视频的分享 我加了800里电的这个啊 房车开着空调 能用多久实际 然后使用效果怎么样 到时候分享给大家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见